你好 東森提問 我們想要問昨天的案16315 這台北市50多歲的男性 現在他的感染源 有初步的瞭解嗎 那他的基因定序有可能 什麼時候會出爐嗎 謝謝 這一例的話 今天有新的結果是他昨天有 在二採他的PCR 但是他的CT值就已經 升高到39 那另外他的抗體檢驗結果 IGM IGG都是陽性 所以目前研判 起來 雖然沒有找到很明確的這個 出爛來源 不過他確實在5月的時候也有出入 過這個雙北的這些 雙北的這些風險地區 那所以研判 起來說不定是有可能是舊案 不過我們還會再搭配 他後續的一些 IGM是 對不起 IGM是陰性 IGG是陽性 表示說不會 也不會是近期的感染 應該是比較久遠的 一個感染 那定序的部分 因為他CT值是39 我們還是會收到檢體之後再嘗試做做看 不過可能會無法定序的機會也蠻高的